大家好,这张卡片是普发银行的一张免年费的美国银桶白金卡 它的名称叫新贵白金卡 那么这张卡片本身实时权益真的很少 基本上没有什么权益 它这卡片也只能适合在境外消费 因为它这个卡片本身就是针对境外消费的 这个没有银沿通道 那么这张卡片的话 它主要针对的是有餐饮的一些特权 比如说你免足消费条件之后 你可以在国外享受一些知名餐厅 你又可以50%的折扣 这个的话适合一些 如果说你喜欢在国外去找这种米其林的美食 喜欢探店这种朋友的话 其实可以办一张 因为这张卡片本身不用年费 然后你喜欢经常在国外去旅行 然后去找一些探店的话 我觉得这张卡片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张卡片虽然说免年费 而且申请下来也是非常容易的 不像美国运通有个超白金卡 这些卡片的话是非常难申请的 而且在普发的APP里面的话 是属于说它权益的话 要在高端卡权益去看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这张卡片的话 本身没什么权益 而且它却要一路高端卡 但是这张卡片确实来说的话 除了你这个人是热爱去境外享受美食的话 这张卡片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任何的好的地方 这张卡片能的确认 很好